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因为耗资巨大 不得不停止了大规模直接用兵模式 转而使用其他的势力来进行结盟与签制 一直到整个阶段为止 匈奴方面都没有表现出完全妥协的意思 那么 他们为何最终还是大部分选择与汉朝握手严可 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得汉朝皇帝定期给予的赏赐吗 匈奴在同汉朝的战争中一直是护有胜负匈奴 为了贪图每年的赏赐 同汉朝和亲这个因素是一定有的 但仅仅一个因素是不可能让匈奴甘心同事 仇汉朝人立刻长期言和的 所以 我们还应该看到除了赏赐财务外 匈奴人可以从和亲中的得到什么 匈奴同汉朝和亲的第一个因素是获得汉朝的外交支持 在汉朝建立前后阶段 曾经有很多内地人口因为躲避战火 可后来的汉朝官员欺压 被迫出逃到匈奴境内生存 加上之前在秦始皇攻伐六国战争中 奔走的燕赵移民 南部匈奴中其实有不少的内地移民人口 这就让秦汉两朝的帝王们特别不能容忍匈奴势力的存在 因为在他们看来 匈奴治下的相对宽松体制 有解构他们帝国制的威胁性存在 秦汉时期曾有大量边境人口逃入匈奴境内国国 在匈奴内部出现正统继承人危机后 南匈奴就迫切需要得到汉朝的政治认可 他们与汉朝的握手联合本身 也是汉朝无力继续大规模发动远征的大背景决定的 所以汉朝一边也合于看了南匈奴的臣服 这不仅可以帮助的边境上抵御北匈奴威胁 还能在政治上确立汉市的更高地位 匈奴人过去的结构效果 基本不存在了 南匈奴与汉朝和好 为自己带来了成久的休养生息机会 接下来才是财务与土地因素 由于汉朝的物资赏赐 南匈奴在实际上有了比北匈奴更优越的供养能力 这在当时气候突变的情况下 非常有利于南匈奴的继续生存 汉朝给予他们的土地也基本就在核桃一带 这里其实就是他们过去收纳了先秦代的移民 并控制农牧混合经济区的桥头堡 这里的农牧业产书也是草原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南匈奴就是以核桃为基地 一直繁衍到西晋王朝 刘渊灭尽的其实点就在这里 匈奴利用这个基地不仅完成了休养生息 也通过与内地频繁接触 参与到各种内战之中 这为他们后来推翻西晋王朝 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